我一直觉得自己在20岁之前的日记是最漫长的 原来在读书时有写不完的作业 生活充满了新奇 留下过很多回忆 但生活在我长大成人进入社会之后 就开始变得枯燥乏味 千片一律了下 一眨眼 现在我25岁 曾经那个爱玩的小男孩 也到了被爱玩的小男孩们海叔叔的名字 工作室每天重复的节奏与模式 让我慢慢变得麻木了 想着找点新鲜感吧 工作固然乏味 虽然上班时间不能够花水 但我好歹能在通勤过程中多找些自由 于是奔着这样的目标 我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辆四轮 或者说两辆二轮 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御用作家 牛肉刷锅 旁边呢 是小他两岁的弟弟 黑椒牛排 我在2015年 小牛刚刚在京东重车的时候 就买了这第一辆京东车 重车那会儿买这辆车 实际上只花了三千五百块大洋 现在这新车价格可不止翻了个翻了 骑着车穿送于南京的大街小巷中的感觉 真的是很舒坦 虽然我以前每天的通勤距离 就只有两三公里 但在这样一座节奏不是很快的城市里 我真的找到了一点自由飞翔的白马丸子的感觉 所以在我心底里 一辆车真的能够给我带来很强的幸福感 俗话说得好 穷玩车 富玩表 是X玩机器 我是一个原厂控 不管是小店驴 还是什么外设数 能买原装的 我尽量都不配第三方 除非太贵 我这车买来四年没改过 但今天我还是打算给我这辆车的轮胎给换了 换轮胎 怎么讲今天没时间 聊不了 那我明天早点过来 好明天见 说说是原厂的轮胎吧 朝阳排 909012的尺寸 这第一个90是轮胎宽度 后面的90是轮胎扁平比 12是轮毂的尺寸 骑了有将近5000公里 这车壳上的花纹都快给我吐了屏了 平日里 艳阳高照出卖没啥事 但这一遇到下雨下雪天 我连骑都不敢骑 一刹车就给我划出人生新轨迹 打个方向呢 就可以逮下户了 好像原厂的轮胎都是这种风格 胎硬耐久枪 就是没啥抓地利 早几年在网上做了做功课 说轮胎也分普通橡胶胎 赛车用的热绒胎 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半热绒胎 那时候一直想整条什么米其林贝奈利 觉得因此自己就会变成这条该上最亮的仔 但这几个牌子真的好贵啊 一拖再拖 时间就来到了前阵子 正好机缘巧合 申请参加了小牛官方搞的一个轮胎体验活动 就整到了这两条国产高端品牌 台湾马吉斯的M6029 909012 半热绒胎 那感情好 这张机 因为胎更软 改胎之后的起步速度会慢一些 但除此之外 在过减速带之类的障碍物时 体验感就舒适得多 我这辆呢是初代低配都市版小牛N1 博士800瓦电机 松下60伏20安的锂电池 在安全环境下的骑行最高速度保持不变 也能达到真实的46公里每小时 在直线状态下 因为我换的胎和原厂胎的尺寸宽度是一样的 所以在直线骑行时的稳定性差别不大 续航一如既往 每日通行5公里的话 基本上一个多礼拜才需要补一几点 也真的是不换不知道原来原厂的轮胎真的是那么滑 最明显的变化还是抓地性能的提升 白线不虚过弯不滑刹车入漂 可以安安稳稳做个老司机 虽然我在改车方面真的是个菜鸟 但好歹骑了四年的车子换队轮胎而已 我还真的感觉到了它给我的七星体验改观了不少 稳得压皮 不过说起来 半热绒胎还是得等夏天才能发挥出全部性能 天气一热 胎面物质温度一升高 就会产生融化效应 变得更软 抓地力也就更脏了 这样的更好的体验 我要开始期待一下来年开春了 说真的 男人的快乐有时候真的蛮简单的 换个轮胎 喝完压小粉丝 开始用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 我从小喜欢打游戏 喜欢拍照片 喜欢导吃外设 喜欢听周杰伦 但貌似我在这些兴趣上投入最多精力的时期 还真的都是在20岁之前 要说我现在是不是不热爱了 也不是 工作几年有了积累 配了好电脑 买了新相机 整了更多的外设装备 当初的兴趣都还在 但现在替自己做的这些事 仿佛更像是在完成自己学生时代的一个个小小情愿 当日子趋于平淡 变得枯燥乏味的时候 换个视角 接触接触生活 就不至于把自己闷子在家里 我的第一条Vlog 大概就是这样了 虽虽念很多 不过这就是我吧 如果说你喜欢看 那就不妨点个关注 点个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